这是一道困扰无数人的世纪难题 如何才能在杀人后实现完美犯罪 冬夜归吾用一部小说给出了答案 他曾屠杀了各大推理小说榜单 原作更是被中日韩三国相继翻拍 剧情将一场杀人骗局做到了极致 就算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但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 依旧会被震撼到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这部逆天神作 电影开场便是高能 女孩放学回家 脚下的一双男士皮鞋 让她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来的正是自己的人渣父亲 面对前夫变态般的纠缠 小美只能用钞票来打发对方 前夫拿了钱还威胁小美 将来要送女儿去夜总会赚钱 就在男人离开时 女儿气愤地冲上前 用后脑勺砸向了父亲的水晶球 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男人 看到女儿被按在地上殴打 小美终于爆发 她顺手捡起地上的电线 勒住了前夫的脖子 女儿健壮 死死掰住父亲的胳膊 经过几分钟的挣扎 男人彻底失去了生命迹象 就在母女俩不知所措时 门铃声突然响起 小美是一女儿躲进屋内 她心惊赶战地打开房门 敲门的是隔壁的石神先生 小美强装镇定地掩盖事实 然而刚才的动静 隔壁听得一清二楚 好在石神并不是为了揭发小美 而是想用一场极致的骗局 帮她掩盖杀人罪行 从那以后 石神会通过电话亭联系小美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通话被监听 小美好奇地询问石神 却淡淡地说只是喜欢吃她卖的便当 本以为一切都万无一失 可就在一周后 警方接到报警 在河边的空地上 发现了一具赤裸的尸体 死者面部被顿气破坏 指纹也被烧毁 现场还遗留了一辆自行车 和一些没来得及烧毁的衣服 警方通过调查得知 死者鸣叫附坚 死亡时间是12月2号 根据脖子上的勒痕判断 杀人凶器是一根麻花状的电线 而在案发前 死者曾居住在一家旅馆 由于带着钥匙失踪 所以旅店老板选择了报警 通过对比 房间里的毛发 和死者的DNA一致 遥控上的指纹 也和自行车上的完全吻合 随后 警方对死者的人际关系逐一排查 将嫌疑员锁定在了小美身上 警员立刻找上门调查 女警留意到 小美家的电线并不是麻花状 警察开门见山 询问她12月2号晚上是否在家 小美表示 她和女儿去了电影院 如此俗套的谎言 显然无法站稳脚跟 可万万没想到 小美不但保留了电影跳根 女儿还在电影院偶遇过同学 如此看来 小美似乎并没有作案时间 就在两人离开时 遇到了隔壁的石神先生 面对警察的询问 石神一口咬定 从来没见过小美的前夫 这让案件调查 一度陷入了僵局 于是 警察前来求助一位物理教授 此人名叫汤川 属于柯南一样的存在 汤川本不想参与其中 可当他得知 嫌疑人的邻居是石神 便对案件产生了兴趣 原来在大学时期 石神是他最敬重的数学天才 了解完案件的来龙去脉 汤川便在当晚 前来拜访了石神 货别17年再度重逢 两人把酒言欢 闲聊过后 汤川拿出了一道难解的数学题 石神立马来了兴致 为了解开谜题 他彻夜未眠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到了半夜 石神发现汤川已经睡着 便从柜子里拿出毛毯 而那根电线就藏在衣柜里 经过一夜的相处 汤川原本没有任何怀疑 直到石神的一句感叹 让他起了疑心 石神一向都是独来独往 在他眼中只有数学 可现在竟然在意起了自己的容貌 当两人来到小美的便当店 汤川才明白其中的缘由 透过倒影发现 石神的脸色很难堪 一个叫公同的男人 正和小美有说有笑 看来石神一直暗恋着小美 而此时的小美还没意识到 石神的占有欲会让他窒息 这天雨夜 龚腾开车送小美回家 这一幕正好被石神看到 从那以后 他开始监视小美的行踪 发现龚腾的确在追求小美 石神不仅偷拍威胁 就连龚腾也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变态般的占有欲 让小美彻底崩溃 好不容易摆脱掉了前夫 现在又被石神左右 而石神的反常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 石神从未缺情 可在案发当晚 竟然连请了两天假 他谎称自己只是感冒而已 可警察的表情 显然已经说明了一切 而另一边 汤川的调查 也逐渐接近真相 首先 案发现场的自行车是偷来的 而凶手特意偷了一辆新车 目的就是为了让车主尽快报警 其次 凶手烧毁了死者的指纹 却唯独将带有指纹的自行车 留在现场 说明凶手是故意 让警方查到死者的身份 种种迹象让汤川确信 石神一定有问题 到了晚上 石神再次打来电话 他在小美家的信箱里放了两封信 一封用来应对警方的调查 而另一封信 让小美看完后立刻销毁 案件调查还在继续进行着 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石神竟然以自首的方式结束了案件 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变态 一直垂涎隔壁女人的美色 他通过窃听器得知 前夫经常骚扰母女俩 所以便将男人残忍杀害 警察在石神家里果然找到了作案工具 以及墙壁里的窃听器 小美得知石神自首 她满脸的震惊 女儿则躲在角落默默地哭泣 警察询问小美 石神有没有骚扰过她 小美拿出了一封信 里面是一张被偷拍的照片 还有一些骚扰小美的话 这也让警方确信 石神就是个变态 当警察离开后 小美拿出了第二封信 里面是对母女俩最后的交代 如果警方上门调查 小美只需要如实回答 就能彻底摆脱嫌疑 在信的结尾 她还祝福了小美和龚腾 看来石神的计划并不是隐瞒罪行 而是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母女俩 此时的唐川彻底明白了这场杀人骗局 她特意将石神的计划告诉了小美 12月2号的晚上 小美的确去看了电影 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 警方为什么只调查12月2号的事 那是因为小美在12月1号就杀死了前妇 为了包庇母女俩 石神想到了偷梁换柱 案发当晚 石神在傅坚身上找到了身份证和旅馆钥匙 2号早上 她花钱找了一名流浪汉 让对方住进了傅坚曾定下的旅馆 这样就能在房间留下指纹和毛发 到了晚上 石神准备了一辆偷来的自行车 将流浪汉骗到了荒郊野外 然后残忍杀害 她用石头砸烂了对方的脸 烧毁了她的指纹 还故意将带有指纹的自行车留在现场 让警方尽快确认死者身份 从而把死亡时间锁定在12月2号 毫不知情的小美只需要带着女儿去看电影 就能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石神之所以在2号连请了两天假 就是为了处理腹肩的尸体 听完汤川的推理 石神依旧很淡定 就算警方找到了腹肩的尸体 自己也早已被判刑 只要她不上诉 案件就会彻底结束 汤川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个数学天才为何会不惜一切代价 来保护一对母女 而这也是石神一直藏在心底的秘密 曾经的石神已经对人生感到绝望 就在她准备结束生命时 一对母女敲响了房门 他们的淳朴善良 深深触动了石神 她每天都会来买小美做的便当 也逐渐重拾了对人生的希望 一个身处在黑暗的人 哪怕是一点微弱的光亮 就足以照亮整个人生 然而她千算万算 却唯独算错了最后一步 小美竟然来警局自首了 这一刻石神彻底崩溃 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完美无缺 最终还是败给了小美的善良 以上就是电影的全部剧情 这部电影名叫嫌疑人埃克斯的现身 也是东野归吾的巅峰之作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原片